今天要跟你說 只要加一個法寶 我們就可以讓油蔥酥 酥上加酥 把紅蔥頭切片 等油鍋夠熱的時候 我們把紅蔥頭放下去 過程中攪拌 才可以讓紅蔥頭均勻受熱 等油蔥浮起之後 我們就先把火關掉 這個時候的重點來囉 我們要加我們的法寶 就是鹽巴 把鹽巴加下去以後拌勻 再開中小火逼油 這樣子炸出來的油蔥酥 才會乾爽酥脆 吃起來比較像是餅乾 乾爽酥脆 咬下去的時候 咔嚓咔嚓的那種脆口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異呢 重點就是鹽巴 鹽巴可以帶走過多的水分 所以我們在炸東西的時候 加一點鹽巴進去 把過多的水分帶走 炸出來的油蔥酥 當然就更乾爽酥脆囉 我們做一份沒有加鹽巴的油蔥酥 一樣炸到金黃色以後起 我放到盤子上攤開晾乾 我們看一下色澤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但口感上有什麼不一樣呢 吃下去 蜀蜀那種感覺 裡面還帶有一點點的水分 所以下一次在做油蔥酥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點鹽進去 我真的會讓你驚豔喔